像我这么详细的隐藏手感分享真的不多见了 大家赶快马住 买了一这大唐风华啊 看看是不是隐藏 希望是啊 别给我翻车 真的是隐藏 宝子们 今天真的太魔幻了 我在台面上残盒居然遇到了这个隐藏 我昨天刚刚端盒 拆开没有隐藏 第二天我就说溜达嘛 上那个店里去看看 因为这套已经上新几周了 我根本就没抱希望有隐藏 就随便去溜达溜达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 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给大家做一下这只隐藏款的详细手感分享 这套我正好也端盒了 也帮大家做一下隐藏跟基础款的一些手感区分 帮助大家少翻车 除了隐藏 我也帮大家做一下这个系列大热款的手感 帮助你抽到你想要的款式 隐藏款全系列第二重 我这只是119.7克 这套的重量我感觉还是挺稳的 因为这个系列没有干燥剂 再说一下摇合手感 前后极小范围晃动 左右上下是一个小范围的晃动 相对于前后来讲的话会稍稍大一点 但是也不是那种晃动空间特别的大 就是一个小范围的晃动 给你们听一下声音哈 因为都能晃动嘛 所以六面也确实捏不到什么东西 当看这个隐藏手感好像不是很好抽 但是放在整套里面的话 我感觉算是个名盒吧 全系列最重的是这个外邦史辰126.3克 它的手感很好跟隐藏区分开 首先它的重量就比隐藏 还有基础款要重一些 其次就是摇合区分 你看它小小一只 所以六面晃起来空间是比较大的 而且会有一定的打合感 还有一个容易跟隐藏翻车的 就是枪劲9如果没有隐藏 它就是全系列第二种的基础款 我这支是112.3克 我看有的人分享是114克多 这支之所以有重量差异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保护壳哈 你看我这个壳子里边还蹭了一点 它这个蓝漆 在我的印象里 你要这样保护的话 不应该给这个娃娃套一个袋子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支忘了套了 还是怎么样哈 那别人重的那些 有可能是套了个袋子 或者是它这个比较硬 所以就重一些吧 这支的分享 我看也是五花八门哈 有的人说抱顶 可能就是这样放置了 你看这样的话 确实可以摸到东西 我这支抽到的 可能就是放置位置比较好 六面是摸不到任何东西的 但是确实也晃不太动 我这盒使劲晃 才能感受到那种极小范围的晃动 如果正常晃的话 它就是纹丝不动的 经过我这么分析 大家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 给你们在最后总结一下 想抽隐藏 先挑最重的 如果你拿到的那盒 晃动空间非常的大 肯定就翻车它了 如果你那盒几乎是晃不动的 很满 那就是它 如果六面均匀都是可以晃动的 那就可以拼一拼这个隐藏了 大家给我扣一拨666 吸油气 我们一起一睹 三花美人的美貌吧 我塞 这隐藏太华丽了吧 你们看它头上的这个凤凰头饰 还有后边的这个牡丹花发簪 都用的是金属气的涂装 又显得特别的华丽 头上的牡丹花 还有身上穿的衣服 都加入了闪粉 袖子是这种半透明的材质 上面还有这种花朵图案 真的是很细致 你们看隐藏就是隐藏 连头上的牡丹花都比别人大 配件是一只修钩 营造出了杨贵妃斗狗的场景 真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公粉带无颜色呀 再给你们分享几个热款的手感哈 这个封面肯定是热 手感我放在这里啦 封面款有可能会翻车李白 因为它俩的重量差不多 手感也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翻车不亏哈 李白也不丑啊 再来就是这个迷藏雨衣哈 绝对的大热款 这个手感没有很特殊哈 如果让我去抽的话 有可能会翻车 大家反正就往轻了拿吧 六面都能放动的 来试一试 通猴银我是非常喜欢的哈 这个算是一个小热吧 手感我放在左边啦 我还特别喜欢花响容 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 好像不算是大热吧 为什么呀 基础加隐藏的大全套 你看得过瘾吗 如果想看基础款的全套开箱测评 就看我上一个视频 原创不易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帮我点一个赞 再点个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个拆盲盒视频见 拜拜 拜拜